抑郁症初期症状有哪些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王亚平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理精神科主人医师 抑郁症患者的表现的症状上 抑郁症是一种情绪障碍嘛 所以它可能在情绪上 就会表现出来一种情绪的低落 持久的 尤其是如果你的抑郁症的 情绪低落的症状超过了两周 你一定要高度的警惕 或者你身边的亲人 他情绪的低落 他兴趣的缺失 他以前感兴趣的事情 他现在不感兴趣了 甚至他即使强迫他 去到这些以前感兴趣的事情上 他没有快感了 这是核心症状 核心症状如果超过了两周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要去看医生 建议他去 另外呢就说 他会表现在一些 工作能力上的下降 注意力 记忆力的一些缺陷 睡眠的障碍也是非常常见的 有些病人可能最初呢 就是以睡眠问题来了 其实他是个抑郁症的病人 食欲的问题 大小便的问题 消化功能的问题 都可能成为 都可能是抑郁的症状 不过了 有些回应 的同学 是我抑郁症的障碍 没错 帮助我